請你跟我這樣 哇 那我們就先看那個 都沒有人選的A好不好 好 那A的特點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手臂是比較短一點 對 然後他的腿好像也畫得比較短一點 對不對 然後頭的比例是 跟其他的圖比起來也比較小 對 那其實呢 比如說他手臂比較短 其實就是可能他 然後可能情緒上面是比較壓抑的 對對對 那所以通常他可能是比較容易害怕的 對 那就是說他有可能他比較會容易逃避處罰 因為他沒有辦法面對這個真相 可能會遭受到的結果 那頭比較小呢 其實通常我們就代表說 他可能個性是比較容易衝動的 所以有時候年紀比較小的孩子 他比較沒有辦法 透過很理智的邏輯思考去判斷 所以他可能一時情急之下 他就說了這個謊 因為他只是簡單的 他只是為了要躲避懲罰 所以這類的父母對小孩王老師 是不是就是我們要告訴他原因 那個過程 而不是只有結果 或者是壓抑他的衝動呢 讓他培養一個比較好的性格 是 像針對這類型的孩子 通常我們講說父母太嚴格 就是你越嚴格 其實孩子越怕 所以他常常就跟你疊對疊 所以我們講說 在美國的研究 他針對700個孩子說的謊 裡面去做分析 67%的謊 大部分都是害怕被處罰 或者是怕被嘲笑 或者是怕被拒絕 比如說要出去玩 然後說不行不讓你出去 所以我們講 害怕被處罰還是佔最多 所以我們講說 回過頭來再想想看 自己的教養方式 是不是出了問題 所以反而我們就要像剛剛 昌明大哥 講到孩子願意說實話 開誠不公 那你反而他願意來跟你 我們講說坦誠的相對 先讓他跨出那一步 是 對 再來是B 我選的B 如果是選B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他幾個特色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雙臂 是交叉在胸前的對不對 對 然後他的眼睛好像在看 左邊的人 還是看右邊的人 對不對 對啊就是我平常這樣的姿勢啊 昌明大哥 是是是 我就這樣看了 那我們可以先來講 這個看左邊或看右邊 那通常就是在看左邊的人 或者是右邊的人 所以呢可能會比較容易 比如說比較容易猜疑 對 然後或者是說可能會有的時候 有一點比較的心態 跟左邊的人跟右邊的人比比看 對 然後有的時候就會想一下 欸 旁邊人有的東西 我應該也都要有才對啊 欸 什麼啊 你也想要那個領帶是不是 然後呢 比如說可以一直追到昌明哥隊 等一下講我好緊張 然後呢 然後手臂呢叫他在胸前的話 可能就不只是懷疑了 嗯 可能有一點敵意 也好好講 喔 我們第一次見面了喔 喔 有一點敵意 就是有哪一天他要把我幹掉 或者是要 我不幹 超比哥一直看到旁邊的 不見了這樣 不會呢 對 那這個當然還有另外就是說 可能個性上面比較不服輸 也有可能 對 好勝心比較強 對 所以有的時候是因為這個關係 那如果是反應在小朋友身上的話 可是小朋友可能比較 比較容易有虛榮心 對 因為他可能比較重比較 那比較好強 比較不服輸 會啦我覺得真的準啊 因為像我小時候 我歌功課 非常非常的好 嗯 他總是在學校都是第一名 但是我就沒有那麼會念書 也沒那麼愛念書 所以有時候就是針對考卷的部分喔 就會小小的撒一些謊啦 就是分數幾分 然後考第幾名 因為我爸媽也不會來檢查 他可能就會口頭問 然後我就隨便撒個謊 喔還好啦OK啦 九十幾分啦 但可能只考六七十分而已 對 那再來是 那我們來看C是剛剛 躺躺選的這個答案對不對 嗯 對 是齁 然後這個圖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 他的手呢是背在身後的 對 然後他的腳呢 好像相較起來 也比其他很細一點 對 對不對 好 那其實這個呢 我們通常說手背在身後 就代表說 欸 這個手呢 他要收起來 代表他是比較控制脾氣的人 喔 對 然後他通常他可能還蠻重視這個 人際關係的部分 嗯 對 那我們有可能會覺得說 可能小朋友 他是有很多的心理需求 想要被滿足 比如說 喔媽媽多關心他 爸爸多陪他 對他是為了引起關注 那如果腳畫的比較細小呢 可能相對之下 他可能是個性比較依賴的 嗯 他比較缺乏獨立 所以那當然還有一個可能 譬如說 在兩三歲三四歲的小朋友 他還不會表達他自己的心理需求 對 是因為他表達能力也比較不好 可是 他可能只是也是很單純的 譬如說 那個房間 嗯 太暗了啊 裡面有鬼 對 可是實際上他知道沒有 可是他的動機只是想要 爸爸或媽媽陪他一起睡覺 那這個時候其實媽媽你可以直接的去詢問他說 你是不是想要媽媽多陪你 還是你想要說 喔爸爸下班了 這個時間可以陪你一起睡覺 嗯 所以你才這樣說 對不對 說出真正內心的需求 對 你反而可以訓練他 怎麼樣正確的去表達他的需求 對 好來李醫師 我們這類的父母 應該可以怎麼來 來對孩子相處 不過像剛才 剛剛講選西的朋友的話 他可能這個學習技巧 生活上學習技巧是不夠的 所以我會鼓勵媽媽多帶 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到晚 那他可以透過他跟其他通才之間的學習過程當中 他學會 回到家裡怎麼跟父母親相處 怎麼一個人相處 那剛剛選到B的不一樣 他B的是學技巧很好 可是他 他不需要希望別人比他更好 所以那些小朋友我反而去 會建議他 他可以去當別人的小老師 喔 所以選B的小朋友 他如果說有那種特質的話 他容易說好話 應該讓他展現出他的成就 讓他成就被肯定 想要當大姐或大哥 對對對 可是選西的話 就讓他多過團體的生活 讓別人一起來教他 讓他生活技巧更好 那他就不會再依賴爸爸媽媽 所以B跟西這兩家可以結論親家 一起來 互補就對了 再來是 再來是維尼選的D 好 那如果是選D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圖的特色 是他的腿比較長 跑得比較快嗎 嗯 有可能 對 所以大部分選這個圖的大部分 是小男生比較多 喔 因為他腿比較長 對 小的也是選D喔 也是腿比較長的 喔 就是 有可能呢 他是為了想要爭取比較多的自由 喔 比較多的自主權 安全感等等 那通常呢 我們想要多一點自由的時間 大概就是想要多一點玩的時間 喔 所以常常碰到是小男生 譬如說他可能他正在家裡面打電動 看電視看卡通 看得正高興 然後爸爸媽媽回來 一回來就問說 啊你功課寫完了沒 嗯 他就說寫了 對 因為他想要多爭取 多一點那個玩的時間 對 常常想要往外跑 對我就先把功課寫好 然後告訴我爸媽這樣 我就出去搭躲避球 喔 可是小雷他選擇方法就是正確的 對啊 我真的把我的事情 功課都寫完了 我就多一點自由的時間 可是有時候小朋友 因為他還沒有這麼好的控制能力 或者是理智判斷的能力 他就用 直接很 直接的就說 我已經寫完了 真的真的老師 那維姨媽覺得準嗎 附和一下 我大兒子就這樣子喔 然後跟我講說 就連續假期 我想說禮拜五 就可以把功課寫完 對 那我那時候可能也在忙 我就問他說 欸你功課寫完了沒 他說 我寫完啦 然後到禮拜一 聯絡簽回來跟我說 老師說沒有寫功課 嗯 然後我就問他 不是寫完了嗎 對不對 對 不是寫完了嗎 原來 他寫完 那一樣 對 然後他就是想要 跟弟弟妹妹一起玩 他不想要錯過那時間 他說 好正面喔 勾客放一邊了 對 他還會 他還會拿話術砍我 你知道嗎 對 他有像是那收家裡 比方好他的房間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他的責任 對不對 那我想說那你去收你的房間 然後地板上的東西 都還是一樣 他就收一兩樣 他說我收完了 像這樣怎麼辦 聽起來他是都是在應付媽媽而已 對 而且應付得滿 媽媽還能接受 這個是滿厲害的 而且還習慣性的 這還可以得到你的誇獎 他真的說反話 這個一定要誇獎 可是這時候如果媽媽跟著小朋友一道收 收到一半 然後再讓他示範 媽媽這樣收 然後換你收 那示範一次如果不行 出完兩次不行 就在家裡買一個大型的LCD 然後把那個錄影袋放出來 就是拍了那種打算下去 那這樣他就會覺得 原來是要放這樣 因為他忘掉了 照標準版本 真的嗎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做 因為這樣沒有媽媽的怒氣在裡面 他就標準了 請看VCR 這也許是一個方法 躺躺 好像他會有被嫁禍的那個故事 是不是 我送他去幼稚園 他都會哭 怎麼講他都不肯 那我明天早上買麥當勞早餐給你吃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特別的去注意的是 他會不會長大之後 當他遇到問題 或是遇到沒有辦法 因為他現在 你讓他沒有立腿選擇 他就會用 蛤